9月13日晚上,波兰女排联赛豪门球队玻璃彩化工俱乐部宣布,中国女排二传手丁霞将加盟球队,新赛季代表球队征战。 这也是33岁的丁霞职业生涯首次流洋,她表示自己既兴奋又紧张。 日前,波兰超级联赛官网刊发了丁霞成为玻璃彩化工新赛季议员的报道, 丁霞,中国二传手和中国女排国家队员,她是新一届玻璃彩化工的新成员。 33岁,出生于河北,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排球运动员。 她代表中国女排夺得了奥运会金牌,世锦赛铜牌和两届世界杯冠军。 而丁霞谈到加盟波兰联赛时也表示,我既兴奋又有点紧张。 我已经打了很多年排球,但这是第一次去到另一个国家打球。 我即将感受全新的国家和文化,我很好奇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。 玻璃彩化工具乐部是整个欧洲知名的举了两步。 我想要帮助球队,我相信二传手不仅负责分配球,而且还是所有进攻球员之间的年合计。 目前,丁霞正在参加中国女排的集训,她将在联赛开始之前加盟玻璃彩。 在近日中国女排公布的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名单中, 均有丁霞的名字。 2023-2024赛季玻璃彩化工具乐部阵容。 主攻四人,卢卡西克,门德日克,费度西奥,萨里哈沙辛。 副攻三人,卡克莱夫斯卡,瓦西莱夫斯卡,皮尔兹查拉。 接应两人,伊内赫,布鲁纳。 二传两人,丁霞,科瓦莱夫斯卡。 自由人,两人,格拉耶贝尔,贾格拉。 丁霞虽然出生于石家庄,在石家庄市业于体校进行的排球启蒙,但排球的发展是在辽宁。 2007年,丁霞进入辽宁女排省队进行专业的训练,此前一直都在辽宁队校里,职业生涯至今,大部分时间都在辽宁队打球,期间加盟过。 北契,在2018-2019赛季拿下排超冠军。 丁霞的荣誉大部分都是在国家队取得的,他是世界杯,奥运会金牌得主,也拿下过亚运会,亚洲杯和女排大冠军杯的冠军。 虽然身材不高大,以往的外号是小蚂蚁,但是在球场上的贡献度很高,有着暴力二次球,大胆型二传的技术特点。 现在的丁霞已经重新回到中国女排,接下来将出战奥兹赛,虽然并非中国女排的主力,但只要上场,丁霞肯定可以帮助到中国女排,她也是中国女排的七仙女之一,实力和人气兼具。 如今,丁霞开启了职业生涯新的篇章,首度流洋,虽然33岁的丁霞并不年轻,但安施郎平的话,二传手是需要比赛和时间历练的,属于越来越妖的类型,丁霞在球场上经验丰富,肯定可给新东加波兰的玻璃彩俱乐部带来更大的帮助。